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把这个财富密码烂属于心了 自去年3月被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出任美国宇航局局长以来 尼尔森多次向国会哭穷 称美国宇航局目前获得的预算根本不够 难以满足其研发新技术以及开展其他活动的资金需求 5月17日 据美媒报道 尼尔森当天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无端指责道 虽然中国在航天项目取得惊人成就 但其航天技术都是剽窃美国而来 因为中美火箭运载器的外形设计就有着惊人相似 如此向中国泼脏水 为的就是要钱 尼尔森宣称 要保障美国研发成果就得采取措施维护网络安全 同时提高财政拨款 而不是要求美国宇航局提高创新 然而在横向对比全球主要国家的航天事业开支后 就会发现美国宇航局根本不缺钱 去年9月 美国非盈利组织航天基金会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 2020年美国宇航局获得的经费高达518亿美元 占到全球航天事业开支总额的57% 排名世界第一 而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 同期航天事业开支大约为133亿美元 大约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欧洲 日本以及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航天事业开支 均为超过100亿美元 中国航天领域一次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和斐然成就 尽管美国宇航局均在第一时间表达了祝贺 但尼尔森却曾多次发表强硬言论 将中国渲染成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 声称中国正挑战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 必须时刻紧盯中国 而曾担任过国会参众议员的尼尔森也深谙要钱密码 在参众两院听证会上次次拿中国说事 呼吁国会向美国宇航局批准更多预算 据彭博社报道 尼尔森当天在这场听证会上警告称 美中两国在太空领域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 其表示美国正与中国展开太空竞赛 正如当年的苏联与美国那样 如今中国研制出了火星探测器 建立了空间站等 这些航天技术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事出反常必有妖 果然他话锋一转就开始污蔑称中国的航天技术 是从美国那偷来的 据美国科技网站报道 共和党籍众议员阿德霍尔特在会上提问 说考虑到中美火箭运载器的设计有着惊人相似 美国宇航局应采取什么措施 保护美国的研发成果 报道称 尼尔森笑着赞同了他的发言 称两国火箭的外表之所以相似 是因为中国剽窃了美国技术 是的 中国很擅长剽窃 他还表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必须认真对待 私营部门必须采取措施维护网络安全 而政府因为美国宇航局提高财政拨款 而不是要求美国宇航局提高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 尼尔森去年上任以后 他对中国航天领域发表的强硬言论 得到了部分议员的支持 其中就包括阿德霍尔特 在尼尔森不断炒作中国航天竞争威胁 向国会伸手要钱时 阿德霍尔特复合称 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 意味着美国在发展自身项目时 不能失去重点或动力 如今又齐齐把矛头对准中国 这两人颇有一种一唱一鹤的意思 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投入资金 虽然相差较大 但在航天发射次数上的差距却并不明显 2020年美国航天发射次数为44次 中国紧随其后发射了39次 在航天发射频次几乎一样的情况下 尼尔森之所以觉得美国宇航局经费不够用 主要原因是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军事领域 民用航天事业得到的经费少之又少 根据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 在军事航天领域 美国的支出比例占到全球八成以上 中国的航天事业则以民用为主 长期以来 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国防部都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五角大楼的许多绝密武器装备项目的幕后 都可以看到美国宇航局的身影 一旦航天事业与军事用途挂钩 便会成为无底洞 最好的例证便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争相发展的载人登月项目 据统计从1961年到1972年期间 美国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总投资约500亿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2000多亿美元 而苏联更是因为卷入航天军备竞赛而被拖垮 美国宇航局要为美国的霸权服务 只要美国一天不放弃霸权 尼尔森的胃口就永远也填不满 至于尼尔森所谓的中国运载火箭抄袭 美国运载火箭的说法则显得十分荒唐 纵观目前全球所有航天国家 以及航天机构的运载火箭 其外形皆是大同小异 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 长征一号诞生以来 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发展 一直秉持独立自主 自主创新的原则 从外形设计 从长征一号到长征五号 中国运载火箭一脉相承 真正体现性能先进与否的是 运载火箭的内在部分 而中国运载火箭早在十三五期间 就已经实现了百分百国产化 许多关键技术和核心灵部件 不需要其他国家供给 从而避免了被别国卡脖子 目前中国正在研发综合性能更好的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 用不了多久 用不了多久 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将迎头赶上美国 自2011年美国通过实施沃尔夫条款以来 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技术交流几乎中断 在美国的打压下 中国根本不可能从外部获得先进的航天技术 中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 是中国航天技术工作者自力更生 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 容不得尼尔森之流对其抹黑攻击 美国政客惯常诋毁中国剽窃美国技术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尼尔森显然也忘了上个月哼哼唧唧埋怨 中国航天不愿与美国合作的人是谁 刚刚过去的四月 尼尔森还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记者会上 借俗语跳汤格需要两个人抨击中国 指责中国航天缺乏透明性以及合作的意愿 满口谎言把自己塑造成了苦情戏主角 但就是绝口不提沃尔夫条款 更逼而不谈中国十年来航天事业的发展 都是在美国的封锁下取得的 如今竟还能睁眼说瞎话 诬陷中国航天窃取美国技术 而听到中国航天员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时 尼尔森又是怎么想的呢 去年6月 他出席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表态 支持将沃尔夫条款永久化 也就是永远不允许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研究项目 中国空气动力学家 航天技术专家黄志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宇航局局长对中国航天的这种指责 不仅毫无道理 而且一定会被历史所耻向 黄志成指出 世界各国的航天技术 都要服从相同的基本科学原理和发展规律 最近几年 中国在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 摇杆卫星系统 月球探测 火星探测 以及载人航天等方面取得了局势瞩目的成就 但中国的航天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美国 比如嫦娥丝毫在月球被缅着陆 开展探测 就是美国人从未实现的 中国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成功地一次性实现绕洛巡 这种炭火道路也是美国人从来没有走过的 这名专家表示 美国对中国航天历来都秉持强力封锁态度 从考克斯报告报告到 沃尔夫条款 中美之间没有正常的航天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航天技术 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受到了全球航天领域学者的肯定和赞扬 这是人所共知的 希望美国宇航局能够改变过去的做法 放下高傲姿态 为中美航天合作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邓宇林也认为 尼尔森的凭空诬陷暴露出这届美国宇航局局长 不仅水平实在一般 而且格局更低 双标极为严重 邓宇林指出 从严肃的科学角度而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 一步一步迭代提升的 这也是为什么研究成果 要以论文形式发表 知识产权专利要公开 形成全人类科技文明基点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 而按照尼尔森的逻辑 美国科学家也在大量引用中国科学家的言论 借鉴中国的发明专利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人在偷窃中国科研成果 全世界科学家都相互引用借鉴科研成果 是否意味着大家都在相互偷窃 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 知识产权的两个基本要素 即创新性和创造性 不能仅凭看起来相似的主观判断 就断言中国在偷窃 事实上 中国研发的火箭、飞船、卫星等航天器 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 获得相关专利 在某些方面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何来偷窃一说 知识产权有明确的权利要求范围 尼尔森泛化知识产权保护要求 既可笑也无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